今天是7月的最後一日 我們之前也有在這個環節宣傳過 Zoho for 香港 你記得多久之前的事嗎 是人一的事 是人一年初七 原來下星期五就閉幕了 這麼快就半年了 之前我們也有間傑星報道 那次跟南華足球會踢球 十個年輕人打一個南華足球員 有些挺好笑的 還有愛民村的筆竹 很多人都知道 昨天押逐之前最後一談 出錯了一個助人指數 由香港大學葉小輝教授做了一個研究 我覺得這件事是其中一樣 比起上一個回合 家事香港 是好很多的 肯給錢做研究 老實說大部分人都覺得 純粹是PR宣傳 PR宣傳是不會做熱購的 一般來說 這次我覺得值得一讚的地方 就是他會研究一下 其實香港人喜歡幫助別人 如果你不斷叫香港人幫助別人 但原來每個人都在幫助別人 你跟別人說家事香港 是嗎?原來我不是住在香港嗎? 你明白這件事嗎? 他住狗 如果你之後做一個研究 覺得香港作為我的家 我最滿意是甚麼 或者我最不滿意是甚麼 整個家事香港的感覺是不會不同的 更方向一點 更方向一點 你想想如果2013年家事香港是這樣做 最後壓軸做一個 香港是我的家 我最期待這個家有甚麼 你自己的家也會期待 有些家人想 很幸運過水晶燈 我們的廳門不是很大 但很多人覺得水晶燈 是不是? 有些人 有很多年輕人很希望 電腦不要放在廳門 是嗎? 是嗎? 有部電腦 對家有期望是很正常的 所以你可以做過這樣的研究 如果你用那首改半首歌的錢 做了研究 其實已經很好用了 沒有辦法 但這次做了研究 扶貧委員會的做法 的確跟政府有些不同 葉世輝教授做的就是 你找大學做 他一定會找一些國際 正在做的事情去參考 原來有一個叫做 全球捐贈指數 或者全球作人指數 叫做 world giving index 他這次參考 做一個香港的版本 這個world giving index 除了付錢 出力之外 其實也有看很多不同的行為 原來最多人參與的做人行為 頭三位 你猜一下是什麼 拖人說馬路 算不算 算算算 但不是拖是符 你就想拖 不是拖是這樣的 拖劫 拖拉 你猜是什麼 捐錢 捐錢排第二 有50個百分點 其實是49.9個百分點 即是你受訪者在裡面 如果你當那個抽樣調查 是代表香港的 兩個人有一個 是過去一個月至少捐過錢的 拖牌第二位 一位? 那不是捐錢 讓座那些是吧 是 即是地鐵那些 最喜歡的 七成的人有讓座 對 讓座這件事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就是早排網民 是激辯過一段 你們如果有看網 大家都知道 親子王國其實跟高登是打架的 是 是 有孕婦就投訴 是 年輕人不讓座 是 高登就投訴 我給了錢 是 我不必要讓座 是這樣的 有這樣的討論 是 即是你不應該批評我不讓座 即是我讓座給你 你可以讚我 是 但你不能夠說我不讓座 是不好的 立法會也討論過要罰款 如果你說鐵不讓座 天不神正 一定要有罰質才可以 那些人會讓座 在立法會談過 老實說 這些去到接近極有的了 是 不做好事要罰錢 是 真的好 你不罰錢是那些人不會讓座 那些人只會看著半平板電腦 你對香港人太沒有信心了 真的 你對於有年輕人覺得 我給了錢 應該是錯的 我不讓座給你很興奮 這個論述 你為了沒有說論述 這句話 有什麼想法 那個論述就是 我給了錢 我有權擁有我的東西 論述是這一部分 是 我付了費 我應該擁有 原因是屬於我的東西 但是 在這方面 你怎麼看呢 我覺得 你這句話是沒問題的 但是問題是 如果社會只有一個水平的話 那也挺嚴重的 而且你是一個年輕人 是不是應該有 當你每一天 譬如每一天都 各種有某些價值 你可以自立 獨立 但是問題是 跟你一起身處的社會 你都不幫他 你何以為 這個社會要自立 其實我想不明白 我也是想這樣說 你其實 你整個概念 都是比較 傾坐的 希望幫助一些弱勢 我一定要幫助弱勢 見到人服 你弱不弱作 不弱 給了錢 我 我搞不通 聽不懂 我可能 我差了 你付了費 但是他沒有包你坐的 港鐵部寫明說 你買了一個 ticket 一定是買完之後 你的位置坐 他只是包你去到那個地方 所以你的付料費 除非你付一個 港鐵有一個特別座位 是你付三倍的錢 你就可以坐 那我又覺得 一件事 但是沒有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 如果每一件事都要有規矩去定 每一件事都要有博愛助 是因為大家沒有了那個價值 要逼你才做 那你就差勁 這件事是低的 那就很煩 所以我覺得有幾件事值得讚 其實香港人都是喜歡幫人的 讚香港人整體 但是更重要的是 麻煩以後那些宣傳活動 做一個研究壓尾 我覺得這件事就不用不浮 而且你沒有那麼容易被人說你浮 這個都是宣傳活動 不會被人反擊的其中一個 比較實在的方法 你最後真的有些數字出來了 都是一件好事來的